男人和魔鬼打赌 获得长生不老的能力 可过了一千年后 他开始后悔 简易说令 大家好 我是乔西 今天带来一部脑洞大开的奇幻片 魔法奇幻秀 几世纪前 与世隔绝的荒山野岭中 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侣 索斯 他身知世事无常 永恒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某一天 魔鬼不请自来 想和索斯来一场赌博 看谁可以先招到12名信徒 如果索斯输了 就要将灵魂献给魔鬼 永世不得超生 如果索斯赢了 将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最终索斯赢得了赌注 如愿以偿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可是一千年过去后 他渐渐发现 自己中了魔鬼的圈套 当年魔鬼是故意输给自己 因为魔鬼知道世事皆苦 若以人类的躯体获得永生 才是最大的痛苦 如今的索斯百法苍苍 陷入无尽的孤独迷惑之中 也不再有人听他传叫 他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 眼神里充满了绝望 这天 一个美丽的女人从街头走过 给了索斯一枚硬币 索斯看着那美丽动人的背影 如沐春风 他从来没有如此心动的感觉 可是看到自己苍白的头发 发着的皮肤 再次陷入绝望中 一个糟老头 如何去追求年轻美丽的女人呢 如今他才知道魔鬼有多恶毒 魔鬼给了自己永恒的生命 却不给自己永恒的青春 绝望的索斯慢慢爬上高山之巅 想要了结自己 就在他张开双臂 从高山上跳下时 魔鬼再次出现救下了他 这次魔鬼似乎变善良了 他让索斯重返青春 并获得真爱 从此以后 索斯就和美丽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直过着甜蜜的二人世界 直到女人60岁时 却意外怀孕 生下一个孩子后 女人因为难产而死 之后索斯带着女儿丁娜 还有安东 诸如波西 俗称一个奇幻马戏团周游各国 只是他们的生意却非常惨淡 大家都觉得这是骗人的马戏 马戏团有一面神奇的镜子 镜子里面有一个奇幻的世界 无论谁走进去 欲望都会被放大 孩子走进去 就会来到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猥琐男人走进去 则会来到黑暗诡异的地狱 所有进去的人 一旦沉迷其中 就很难回到现实的世界 除非有索斯亲自引导 才能走出镜子 这天邪恶的魔鬼在此出现 他是来向索斯讨债的 原来在多年前 索斯为了重返青春 为了和爱人厮守 和魔鬼做了一次愚蠢的赌注 在恢复青春后 他需要将自己第一个孩子献给魔鬼 时间是在孩子满16岁那天 如今离女儿蒂娜16岁的生日 还有三天时间 索斯后悔不已 但是却不敢告诉女儿 晚上索斯的马戏团路过天桥 看到一个男人掉在桥下面 蒂娜和安东合力救下男人 发现他没有死 约他嘴里含着一个小铜管 小铜管具有保命的作用 男人醒来之后却假装失忆 只说自己叫托尔斯 蒂娜对这个帅系的男人 很是着迷 将他留在马戏团 与此同时 魔鬼又找到索斯 引诱他再下一次堵住 谁先收服五个灵魂 谁就可以拥有蒂娜 索斯为了留住女儿 只好答应他 他打算将客人吸引到镜子里面 再利用奇幻秀 困住客人的灵魂 可是马戏团的装饰太破旧 几个人站在台上就像几个乞丐 一个顾客都吸引不了 后来在托尔斯的建议下 索斯将马戏团进行改革 托尔斯又用三寸不烂之蛇 疯狂揽克 一群富婆对帅气的小鲜肉 毫无抵抗之力 其中一个富婆 立刻走进镜子 里面到处是昂贵的奢侈品 托尔斯因为好奇 也走到镜子里 他突然变成更加帅气迷人 拥有一张迷倒众生的容颜 他和富婆在奇幻的世界里漫无 浪漫至极 随后富婆又拉着托尔斯 前往一夜请酒店 托尔斯不想和老太婆共度春宵 他忽悠富婆留下金银财宝 然后做冲回家 富婆从镜子里面出来后 就像少女般青春快乐 他留下所有资产 心满意足地离开 富婆们争相恐惑地走到镜子里 很快索斯就收集到四个灵魂 这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四个黑衣人看托尔斯立马冲过来 慌乱之中 托尔斯逃到镜子里 四个黑衣人也来到镜子里 一场奇幻大战即将开始 没有想到的是 魔鬼也加入到战争 他变成四个黑衣人的巴马 把黑衣人炸成碎片 轻而易举取得了四个灵魂 现在离蒂娜的生日 还有一个小时 索斯和魔鬼勉强打成平手 眼看女儿即将离开自己 索斯吉的焦头烂额 他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女儿蒂娜 蒂娜没有想到父亲扎到这种程度 他哭着离开马戏团 另外一边 托尔斯带着蒂娜逃进了奇幻的世界 以此来躲逼魔鬼 他们在奇幻世界里谈起恋爱 托尔斯表示 自己打算千里一夜再成家 于是他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 疯狂洗黑钱 没过多久 他就在奇幻世界拥有无数资产 在一个发布会上 安东找了蒂娜 并说出托尔斯的可怕嘴脸 原来托尔斯在现实的世界里 就是一家慈善基金会的老板 但是他虐待儿童 贩卖儿童器官 因此遭到全国警察的追捕 托尔斯和安东扭打在一起 发布会的灯光 突然照到两个人身上 托尔斯的可怕嘴脸曝光 他拼命逃跑 奇幻世界也开始崩塌 蒂娜眼睁睁看到好友死去 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为了赎罪 他主动走向通往地狱的大门 魔鬼终于获得蒂娜的灵魂 可是他并不开心 因为蒂娜是个善良的女孩 不应该这么早死 他再次找到索斯 又要和对方来一场赌注 如果索斯可以杀死托尔斯 魔鬼就让蒂娜复活 索斯将那根保密的小铜管 变成普通的铜管 没过多久 托尔斯果然利用小铜管 再次上演自杀的假象 躲避警察的追捕 但是这一次他挂了 魔鬼说到做到 复活了蒂娜 但是没有将蒂娜送到索斯身边 因为索斯这个父亲实在是太渣了 多年之后 索斯在街头乞讨 突然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正是自己的女儿蒂娜 他一路跟上去 看到蒂娜和安东结婚了 还生有一儿一女 他没有上前打扰女儿 而是默默离开 从此以后 索斯就和猪猪人 一起在街上卖艺 为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 我觉得永生就像一道美食 听着很美 但是每天让你吃个够 你还会觉得它美吗 起码我是不希望来个永生 太痛苦了